前两天 一气红旗发布了全新一代红旗H5的官图 紧随其后的就是红旗在工信部对这台车进行了申报 新一代红旗H5的实车也算是正式的跟大家见面 用一句话来形容新一代的H5就是大气而不施运动 酷似红旗H9的前脸和车身的造型也让H5继承了H9的稳重 但因为车头和车尾部分H5的线条没有那么直上直下 所以红旗H5看起来要比H9运动的多 同时也会显得年轻和活泼一些 新一代的H5的大灯也用了分体式 LED日行灯倒是还有一些老H5的影子 新一代的H5使用了全新样式的贯穿尾灯 至于好不好看大家自己去判断 工信部的信息显示H5的长度是4988毫米轴距是2920毫米 比现款车型有了不小的增加 而不是此前坊间传言的缩减尺寸 新一代的H5的动力有三种 其中1.5T的发动机功率为124千瓦 2.0T的发动机功率为165千瓦 另外还有一套1.5T的油电混动系统 但这套系统的具体参数现在还不清楚 目前新一代的红旗H5的内饰也没有发布 但根据此前的叠照 它可能会换装类似于新奔驰的那种数项的大屏幕 新一代的H5无论是尺寸 颜值 亦或是动力 都有着明显的提升 如果它能够维持现有的价格 那么在同级车型当中能比其更优秀的车 真的不多 感谢观看